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每一場都還蠻多人的 可是在這裡面很少看到爸爸媽媽願意站出來 我們以前在同志社群有一句話叫 同志出櫃了父母就入櫃了 就是父母因為小孩出櫃之後 就被塞在櫃子裡面去了 他也一樣身上有個櫃子 不然跟任何人站 其實我第一次知道我孩子是同志的時候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自責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在上班 那白天我要上班 我剛回到家躺在床上哭 因為我孩子出櫃大概已經十幾多年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什麼 對我而言是沒有什麼資源 所以我就感覺很自責我在躺在床上哭 只是說我哭了七天之後 我突然在想說 我如果天天躺在床上哭 對他有什麼幫助 對我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就決定說我不要再哭了 我現在最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怎麼樣來支持我的兒子 讓我們的兒子知道說 我很愛他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 那孩子會 爸爸不小心發現他在電腦上面有看到一些圖片 同志的圖片 我們也很像 就很傻眼 那可是心知肚明 不敢去碰 真的不敢碰 碰了就像阿球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我們怎麼辦 沒有辦法面對 那所以我寧願選擇陪伴 所以透過這個接線 我覺得我也很獲益 收穫很多是說 剛好我也跟著他們在同步成長 雖然他們的故事跟我不一樣 可是甚至有人比我更悲慎 甚至有人他們正好 就在我們十年前的那個狀態 那剛剛好我們可以讓他知道說 至少這邊有一個人 是跟你一樣的記憶 你可以來這邊 就是透過我們的一個了解 那我多半都會請他們 當然要是傾聽比較多 但是最後都會邀請他們 要來這邊成長 因為我覺得如果 與其我們在 當然情緒上的支持是一定要 可是最終他們要得到幸福 我覺得還是得兩邊 孩子跟我們都要同步的在成長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多了解同志父母是需要被關照的 而且我們這邊是由父母來服務父母 只要你是同志父母 你需要找人聊一聊 都很希望你們可以從我們這邊得到資源 包括可以來這邊 打電話來這邊 我們是禮拜四的下午兩點到五點 會有爸爸媽媽接線 也同時 如果你需要個別會談 或者是需要資訊 我們都會準備一個 就是給同志父母 資源的一個扶蓋 裡面有這些資訊 都可以給他們 就算我如果問你 是嗎 不是 是 什麼 是 有